一大早如果你打开冰箱看 是不是里面就有昨天没有喝完的饮料呢 但是专家就特别提醒了 像这样子放隔夜再喝 旧口食带入的细菌 就会在里面滋生 生菌术是以倍数成长 恐怕是比马桶还脏 插下吸管大口喝 许多人都会在夏天买饮料解渴 但你知道 喝不完放隔夜的饮料 细菌到底有多多吗 这个细菌数在三到六个小时之后 它大量增生 所以它的整体的细菌数 在短时间可能就会超过7000CFU 那意思就是说在短时间之内 它的细菌数量可能都会超过 马桶的单位面积的数量还要高 隔夜饮料可能比马桶还脏 口水糖分和炎热天气都是细菌的温床 随着生菌数不断累积 超标就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 除了口水跟糖分之外 那当然还有一些环境的问题 像比如说这个吸管 或者是这个杯子或者是包装 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细菌 在饮料里面的滋生的状况 那基本上大家最常见的 当然就是腹痛腹血 那比较常见的一些像 恶心 呕吐 拉肚子 发烧 这些都有可能 对大家来讲的话 其实每个细菌会在体内滋生的时间 也不尽相同 不过一般来说 如果真的是单纯食物中毒 通常我们在六小时内就会出现 隔夜饮料问题多 专家建议短时间内没喝完 只要精速冷藏 如果放了一夜 就不要再继续饮用 避免身体出状况 戴新闻 潘冠林 林立一 台北报导